欢迎大家观看由密室君给大家带来的本期精彩内容 生死流转 又称六道轮回 是佛教因缘生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信仰佛教的第一步就是深信六道轮回和因果相续 因缘生法 从而产生不畏心和戳离心 这是促进学佛的善事修行的最基本的动力 不了解六道轮回 就无从了解十二因缘 不了解十二因缘 就无法解开生死轮回的环子而得到解脱 佛教认为 人及众生并非仅有一次生死 而是有前世 后世乃至生生世世 绝大多数皆在生死中流转 依众生所具善恶之业的多少 而轮回于六道 轮回这一概念 在藏民心中根深蒂固 是造族人为人处世最根本的人生观 具体通过常见的六道轮回图 就能将轮回阐述得清清楚楚 六道轮回图中的每个元素都有其丰富的象征意义 缠明了苦的来源 脱苦的方法及脱苦的自在境界 六道众生透过佛法的修行 最后终得解脱轮回 登福进土 而从六道中各道转生为人 都带来了一些独特的习气 通过这些习气 我们就可以判断自己 或他人究竟是从哪一道投胎转世而来 世间所有众生的身体 张相 一切皆是因果 是人的身形相貌 言行举止 行动作为 没有一个众生是无习气的 每个众生的习气都是有来由的 端看此人的外向 言行 动作就可以知晓 从六道中和出来 习气就像大蒜的气味一样 即使将它碾碎了 撒上香水 也难以消除 物以类聚 众生也因习气群聚 制造工业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那些从各道轮回而来之人 所带来的不同特征以及习气有哪些 从地狱中出来生于人间的众生 一 听他的声音 撕破的像驴螺在发声 声音很大 且匆匆好患 又很暴力极躁 二 此人常常是言而少信 多狂语 让人难以相信 像没有亲友似的人 三 此人长相丑陋 且不敬师长 不信正法 四 不孝不义 无惭无愧心 五 好行杀生士 常造作诸多恶事 六 此人短命不得长寿 七 奸善难发慈悲之心 宗观以上 这种人诸并在死后再度回三恶道中去 从畜生道中出来生于人间的众生 一 此人神志暗顿 为人处世愚蠢 又少智慧 无分寸 懈怠又懒惰 二 多贪多食 不挑粗戏 什么肮脏都吃 还洋洋得意无所谓 三 个性是又好又利 讲话很唐突 帅性鲁莽 四 此人是身强力壮 常当负重 身强体壮像头牛 搬重的东西刚好用 五 喜欢焦鱼吃的人当知心好友 同聚畜性的人 六 很喜欢拳脚 触到躺卧习性 七 随时随地就躺在地上 也不会去避开肛脏污垢 八 喜欢裸体 不羞不齿 能不穿衣服 就不要穿衣服 没有羞耻心 九 心肠虚诈 且一言狂语的 十 望说他人 产驱不识 恨会乱讲别人的不是 构造不识是非 且寒妹 心弯弯曲曲 恨不识则不可靠 十一 喜欢谋取他人的财物 且常爱抵债 债务想办法赖掉 十二 此人见善不能发心 不信正法 长造不善是恶之罪 这类众生已流浪生死亡返于恶道中 经无量一劫不可数岁月 于此 是难得此人生 却仍是如此 因此 注定死后 仍在返回苦海 投生多回畜生道中 这是外道非所能知的 从鬼界出来生于人间的众生 一 此人的长相是黑黑瘦瘦 面无光泽 二 头发短额 黄尺苍浪形状 铅鼻 怒目 眼白直视 鼻子弯弯曲曲 眼睛汹汹的 露眼白 目光是直直的 三 常会觉得饥饿口渴 常想要吃东西 四 个性甚为仙滩 嫉妒 切步于关 怕做官的人 五 狠直住邪见 被地利说人 挑拨是非 道他长短 说人坏话 六 聚贪心 银心 爱及聚钱财 物资 也不能割舍不识给众生 吝啬到极点 七 愿烦善良的人 不喜欢看见善事 只信写事 八 看见金钱 财物时 晦气心动 灭不由自助想要去窃取 九 尝起贪心 偷盗心 永远不知道满足 若持点亏则愤恨不已 十 贪得一点钱财或便宜 心里就生出喜悦心 若贪不到钱财 就生出度害之心 十一 这种人难肯发心 却信邪道贱 产屈邪命 不修善法 不敬政法 相信鬼神鸾潭 自认贷使命 向网祭祠 喜悼音庙 鸾潭求鸡同办事 跪求祷告胜利发财 这种人注定死后 会先跺地狱 经不可恕岁月 再从地狱出来 再度生成鬼身 如此轮转生死苦海中 无休无止 从非人之身投生到人间的众生 一 生贷人士 高傲自大 骄傲之心非常的强盛 不太信正法 偶尽到门佛门 动机亦不单纯 较尽争斗 威力亦破合合 损伤同门 二 很喜欢愤怒 动不动就生气 很爱和人抬杠 斗争 三 心胸极为偏狭 很会邪怨记恨 增及喜恶 很会记恨别人 邪怨报复 非要扳倒别人才罢休 憎恶别人 看不得人好 极度心极重 因此尝起恶心 四 讲话产去不识则 吁吁炸炸的 五 抵债骂人 赖债还会骂人 六 身长高大红壮 眼白远 怒齿书包漏 牙齿稀疏 牙齿尖尖 漏在外面状 勇能有力 心怀战阵 心里想的都是怎样去作战打斗 譬如喜乐野外生存战争游戏 七 尝好争斗 趁力不休 趁恨心极重 没完没了 八 两舌破合 很会两舌发弄是非 让人不合分离 用离间手段来拆开良善人的和睦 九 轻视看不起贤良的人 反说贤人之长短 毁谤好人 因为这些不善业 其人注定死后直接堕入地狱 无有初期 之后 再随夜暴生其他恶趣 再又生堕回来磨道 从人道中还赴人间的众生 一 这样的人 个性贤良正直 亲近善友 信长有信 有忠有孝 二 若有恶人 慢行诽谤灰子其人 对此人胡乱编造是非 故意来毁谤此人 此人最终就是不会去对付这个毁谤他的人 此人怎会如此呢 因为此人好西门望 实修实实 是赌后守信之人 三 乐好名闻即以称欲 喜欢铃声即被人称赞好名誉 其性功巧 恨贵记忆功巧 且敬重有智慧的人 四 聚惭愧心 心性柔软 对于给自己恩惠照顾的人 会知恩图报 有机会会全部报答回去 五 对善知识的教导 其心顺且无违背 六 有慈有悲 效仰父母 师道和尚 小心敬上 七 知人缓急处事有方 直到别人有急事会出手相助 做人做事有原则 有分寸 八 善能和和 常乐信道 深知和睦相处之道 喜爱道法 相信道法 九 好行不失 常修公养 十 不耐于债 不负他人 不愿欠人债务 不会背弃 背叛他人 十一 少许财物 好习善事 皆饮于人 悉令安乐 不令有苦 就算自己没有钱财 也是一样学习善事 接引帮助别人 希望人间获得安乐 不愿见到别人有痛苦之事 像这样的人 做如是行为等 注定死后持生于天上 不会堕入地狱 再度还生人间 受大快乐 不受重苦 生生世世尝火人参 从天界转生人间的众生 一 若有众生持五界修实善 能得生天上受圣妙乐 当从天上退梅而生于人世间时 长相端严 具证信正见 冒好书庙 其人聪慧 乐好清静 二 喜穿着华蛮 薰香图身 常爱仙洁 好宅贤良的人为友 三 常乐于音声歌舞赞叹 四 常乐高楼 不拘在下 爱住在高楼处 不愿住低下楼 五 为人坐手含笑 长含笑着 不称 有行有德 生气的有道理 是有德性的 讲话是土颜柔美的 俱善巧方便的 是出言诚恳的 让听着人都很相信欢喜 讲话不会伤人 有大智慧 六 常乐好一言深之句 喜欢穿戴得很庄严 七 此人友善 乐欲出家 八 若得为师就会精进修持 清静律行 学习道法 不按世间名利 知求无上道法 如此之人 有知有惠 多结修行 难可酬量 非心所测 非眼所观 此事贤良 见生受福 今天的内容讲到这里 您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如果您喜欢密室君 还可点击视频右下角订阅我的频道 每天都有精彩内容带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